欢迎收听收看今天的蓝薰时间 在今天的礼拜五的早上 我们今天是青春作伴的单元 所以有一个非常棒的来宾 待会为大家介绍 那在这个之前 我们刚才听到的这首歌是来自于 我最近听到的一首 我觉得她的声音实在是好听到不得了 后来一查才知道说 原来真的是 她在美国2016年 2019年 2020年 她的专辑都得到了美国葛莱美的 最佳的蓝调专辑奖 而且一个歌手连续得三年 你就会知道说 她真的是非常的才华洋溢 那她是用一个艺名 她的艺名叫做Fantastic Negrito 就是梦幻的翻译成内阁里托 那事实上Negrito 事实上是一个黑人的意思 但她自己本身就是黑人 但她用这个方式去讲 就不会有一个被歧视的感觉 她认为她所有的歌 都是黑人音乐当中的音乐的根源 一个来由 所以她也是立志 想要把这样子的 属于黑人的节奏 黑人的音乐感 透过现代的一些编曲 跟一些创作 能够传递出去 所以她的歌曲 横化了蓝调 R&B 还有就所谓的根源音乐 草根音乐 好 那这位Fantastic Negrito 她是首好听的歌曲 叫做Lost in a Crowd 希望大家会喜欢 好 那我们回到蓝萱时间的青春作伴 我们今天要邀请到的来宾 我们刚刚算了一下 这个在六年前 六七年前曾经访问过她 那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 这个在历任了很多的外商的一些银行 都做了负责人 而且还分布在不同的机构 有这个东京的啦 有这个台湾的啦 还有呢 这个哪里 纽约等等 那七年前 她出了一本叫做荧光盔甲 七年后她出了一本叫做 狐狸 不是狐狸 狐狸与狮子 谈到的是跨国金融家 给一流人的修炼智慧 我们现在邀请到的是 吴君庞大哥 哈喽 主持人你好 对很开心 是转眼间过了七年 但是呢这个吴大哥也没什么变就是了 哇谢谢你 你也没什么变 真的吗 好谢谢 所以显然的这个退休的生活过得还蛮好的 好所以我们聊聊就是 嗯 其实我觉得我看了你这个13个故事 13个故事 很像人家那种什么什么天方夜谭啊 这101个故事啊 这好像可以继续聊下去的感觉 就是其实故事比 也不能讲不能比 就是说我都很精彩 而且我觉得那个对于人的描述跟这一些过去的一些 呃你的生活的样态 描述我就更更喜恋 然后呢好多你里面讲到的人 我都觉得好像在眼前哦 嗯啊啊啊 所以其实好 所以过去这些年你一直都 专营在写小说吗 退休之后 没有没有 没有 我没那么厉害 我没那么厉害 我觉得呃过去几年我算是离开了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环境 嗯 那至于是不是退休呢 其实我还有做很多其他的工作 对我记得那时候你跟我说退休我我记得我问过你会不会觉得很无聊 然后你就说试试看吧看看一段时间 但是后来我看了你就是因为这本书我看了你过去这段时间经历 所以你有在工作啊 对啊 所以你有在工作 所以说只是只是不是做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但是我还有做很多的工作 嗯 那我这工作里面内容包括很多我做很多的阅读 然后帮人家做一些咨询顾问 然后我还有做一些公司 呃就是上司公司治理方面的这个董事会的运作 所以我觉得时间上来讲我觉得我的时间我还感觉到比以前上班更不够用 啊 因为以前上班反正你就是去了 然后到中午休息 然后下午怎么有开会啊 什么就是有一个自事的行程在走 可是现在一旦没有这个自事的行程之后呢 我发觉呢 我自己反而很敦促自己觉得时间不对 时间不够时间来不及了 反而我还觉得以前上班比较比较比较放松 觉得反正照着朝九晚五 然后就是该开的会秘书帮我安排的行程我就照着走 可是现在变成是 你如果是自己没有一个一个一个纪律的时候 那你就会很多时间就浪费掉 那我是一个比较喜欢善用时间的人 所以我每天都会很兴奋 像我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情就想到我 今天要做什么 昨天的那一本书是什么书读到什么地方 我要继续去读那本书 然后在那我在阅读的过程中间又有许多跟我现在参与到的很多公司治理公司投资 还有一些专案计划里面都有相关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反而更融会贯通 生活里面更觉得多彩多彩 我还要运动 我还要做我自己的一些这个休闲活动 所以时间上是蛮丰富的 所以我觉得可以奉劝大家 你到一个年龄之后 对到一个年龄之后 你可能要决定是不是要继续做一个朝九晚五的工作 还是说你要另外一种不同的方式来活下去 比如说写这两本书 如果我今天不离开正式的职场我不能写书 因为有很多敏感 对 你是一个公司负责人 开始大家会对号入座 对 我的洋老板 总行会觉得你这书里面写了什么机密 然后我之前曾经试图过写书的时候 他们要我翻成英文给他们看 他们要监控 他的法尊 对他法尊的时候他要监控 其实可以了解嘛 今天一个政治人物 一个政务官 他不能随便写书 因为写书 就会扯到很多政治的意境 就像我就算现在我在看的时候 我还是会忍不住看 对号入座对不对 这个你刚刚是哪个印好 那个印讲的都是那种很头面的人物嘛 就是要么什么总裁啦 什么之类的 董事长之类的 就这个当然写谁 难免还是会 对所以说 离开了一个正式的职场 我比较有这个自由度 能够来做一些这种这种撰写小说 或者小小故事的方式 所以我觉得这个回答你问题就是 现在生活上来讲觉得 蛮自我要的生活 对而且听起来更丰富就是了 但是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我们决定把它放在青春作伴 因为我在我刚才跟吴大哥聊到说 一部分我们想聊聊就是所谓的退休生活 跟人生不同的一个阶段吧 是什么样的感受 那再一个就是接下来 就这本书里面 其实提供了非常多年轻人 如果说你有兴趣在外商银行的话 我觉得这个里面有很多的应对进退 这个人际关系 升迁 这个等等的一些潜规则 都都很可以去提供参考 但回过头来我们就讲说 其实退休这件事情 像您这样子目前的状况 是因为你还有一部分工作 对不对 所以其实如果说是纯然的没有工作的话 基本上应该会慌吧 会不会 要看 要看 如果其实今天有时候我会发觉 我还要做一些工作的时候 我觉得是对我来讲还是有一点点的负担 我真的很全然希望 我的每一天的24小时 都能在我自己掌握的中间来活下去 那我觉得 我每天要花大量时间阅读 嗯嗯 读多久啊 要读多久 我如果说从早上 可能我从9点开始坐下来 可能看到12点 就三个小时 OK 然后我下午呢 做完我的运动之后呢 我可能再看一两个小时的书 然后就可能有五个小时的阅读 到晚上可能睡觉前我再看一两个小时的书 所以我是一个 一个很急迫的 我有一个 你读这么多 你读书时间比我长好多 我一年读书时间很长的 对对那我是有一种急迫感 就是而且我是随时有空 我就到网络上去查 Amazon 我是看的都是英文书 OK 那我的原因不是从阳媚外 而是我觉得 现在中文的资讯 因为有这个手机之后 是垂手可得 所以中文的资讯是非常丰富的 那我觉得还有我们不知道的资讯 一定要从不同的文字 然后用书本里面去取得 因为新闻 杂志 报章 就及时性的出来 那只有在书里面的时候呢 作者经过了多少年之后的 三选 爬书 整理之后 然后再有一段东西出来 那我觉得这个是比较 不会是不要担心所谓的假新闻 不要担心所谓的很虚浮的东西 而且比较有系统化 比较深入 对所以我这看书 那我会从华尔街日报上面 去找他的书评 然后我去订书 而且现在因为有了亚马逊之后 Amazon之后 我觉得书买起来真的就是 然后我每天都会去追踪 说我订的书 什么时候会到 然后我书架上还有多少 大概一般来讲 我可能有一个执着 我一定要维持八本到十本 还没有看的书 我才会安心 因为我很怕没有书 你很怕被时代淘汰掉 就是我是觉得现在的知识是 日新月异的往前走 现在真的是 我坦白讲 我觉得现在照理说 应该大家都要有像 你这样子的危机感才对 因为发展的进展太快了 太快了真的是 那个迭代 我们就讲一个时代 一个时代 以前可能30年一个时代 或者20年一个时代 10年一个时代 现在就开玩笑 只要每次手机一升级 就一个时代 是 所以确实是 而且以前我们在外商做的时候 早几年以前觉得外商的优势 是我们有电报 有国际网路 所以我们会比国内的一些人 得到比较快的资讯 现在这个优势完全没有了 任何人都会在及时就看到 美国发生什么事情 全世界的动发什么事情 川普被告了 马上就知道了 马上就知道了 为什么会被告 垂手可得 而且及时翻译 都有很多消息出来 所以这个知识的 这样讲 我有感觉到我们以前 在外商工作 那种知识的优越感 已经完全没有 所以造成我的恐惧 OK 所以时间落差过去 对你们来说 事实上是个优势 当然 你事先知道这个事情会涨 知道这个事情会跌 事实上什么 你就会先做一些先期的步骤 这就是 所谓知识就是力量 可是现在这个知识的力量 变成大家都有这个力量 所以你就没有这个优势 所以这个时候变成 所以我觉得这很重要一点 就是所谓的data 就是资料 有的资料 编程之后变成information 就是资讯 看了很多资讯之后 就变成了知识 可是知识最后是要有智慧 这四个步骤 很多人有大量的资料 然后很多的资讯 到很多的知识 这都在名嘴 新闻里面会出来 可是到最后 他讲出来东西 有没有智慧 那就是一个大问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追求 是希望 这个三个步骤到最后 我能够衍生出一些我的智慧 哇 我可以听起来很棒 所以呢反而是进到 也在另外一个阶段 就会不会对自己的要求 感觉起来来的更高了啊 好我们休学 再回到现场 好回到栏轩时间继续开到现场 邀请到的啊 这本书 狐狸与狮子的作者啊 这个吴君庞来聊天 他的话呢是呃 外商银行非常的就是呃 历任非常多重要的啊 这个国际之间的外商银行呃 退下来的非常重要的负责人啊 那当然这本书里面就是提供很多呢 呃 离开了职场之后 有点点距离呃 的一些观察跟智慧啊 那我们待会会跟大家聊 那只是说我们刚刚顺道就聊到说 退休这件事情对我们现代人的生活来说 其实因为高龄化社会 但是大家也越来越活跃 大家越来越健康 越来越乐龄 那其实呃 就会很去思考 或者很需要去准备啊 比方说你现在三十几岁 四十几岁 如果你希望有跟吴大哥一样 那么精彩的第二人生 你可能迫不及待的觉得说 哎那我要准备退休了啊 我可能五十几岁 五十五六十 我就要准备退休 问题是哪那么简单 你得要让自己呢 有财富自由嘛 或者你要有让自己有技之长 可以在你所谓的 离开朝九晚五的工作之后 你有另外一种工作形态 我觉得真的蛮重要 另外一种工作形态 所以我也自己也常常在想象说 如果我要有另外一种工作形态 会是什么形态 我现在已经够自由了 我自己想说 我是不是应该回到一个朝九 没有我开玩笑的 我只是说好 每一个人都应该去想 你的另外一次的人生的机会 你要给自己一个什么样不一样的 工作形态跟人生形态 所以我们回过头来 要跟吴大哥聊一句说 你刚刚讲到说 你现在这个形态 非常的一手自己掌握 甚至呢 我觉得你这样听起来 好像要拍 schedule 对不对 你每天是不是应该要有 我是一个蛮 我是一个蛮有纪律的人 智律还算是很深的人 所以我是每天有固定要做 甚至我觉得 我有点雅士伯格 就是没有做到 我会焦虑 那这点不太好 我有点执着 我一定要做到这些事情 一定要到 ok ok 好 那我们刚讲的你读书画 你都读什么书 可以跟他分享一下吗 对 我想我想我当然对于财经方面 不管是总经个经还有一些回顾 比如说2008年以后的金融风暴 然后 比如说葛林斯帕传记 或者说对不对 因为我就发觉说 读这些东西很好 是因为我一路都经过 当时我这样形容好了 就是说在外商工作 或者在金融界工作的时候 就像什么 就像说是那个鸡流泛舟 那我想这是一个奥运的一个项目 鸡流泛舟的时候 它一个独木舟 你要怎么样把这些独木舟 在什么节点上你要冲下去 你要控制你的方向 这时候你的眼睛看到在三五公尺 你要决定你的这个 怎么跟这鸡流奋斗 但是如果当这个鸡流泛舟有一个 空拍机看的时候 你才看到整个全貌 事实上选手是不在乎全貌 他只在乎那个三五公尺之前的 鸡流要怎么运作 我觉得在金融业也是一样 当时就是每天的顺序变化的 利息利率税率各种市场的变动 所以我们要及时的做很多反应 但是经过一段时间之后 五年十年之后再回头来看 金融风暴怎么产生的 我们当时在其中真的叫做 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 那现在再有很多学者 回头来把它整理出来之后 才能产生 我刚才讲的就是有智慧 那对以后会有什么样的判断 那更能够更冷静的来看 后面的这个财经发展的过程 这是我这个看书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OK 当然问题你有了智慧之后 但是你现在在所谓的工作上面 你所需要提供的已经跟过去 不是一样那么浓度那么强 或者强度那么强的一份工作了 那你用什么心态去面对现在的工作 现在因为有很多人会来问我很多事情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 前阵子我曾经有参与到一个很大的并购案 那是一个大卖场的并购案 那我年轻的时候呢也曾经 做过这方面的投资 做过这方面的放款 可是我在参与的过程中间 我觉得有所不足 因为现在的线上跟线下 实体跟电商的结合有很多不同的东西 那我看了很多书之后 我觉得还是觉得好像若有所思 我就到亚马逊去找 我就找最就是最近的关于这种大卖场 结果看到有一个书才七块钱美金 那七块钱这么便宜呢 我把他订回来一看呢原来是一个博士论文 在美国的博士论文呢都要出版 而且你要贩售 这个人是在Walmark干了二十几年 又跑回去美国的一个大学念博士 他写了一个博士论文 然后我看完之后我才在那个 在参与这个并购案的咨询过程中间的时候 我就发觉说我就可以提供更多的 这个所谓的智慧 那什么东西呢 他就讲他说大卖场里面呢 卖两件事情 我们现在到所有大卖场 只有两件 这个什么 一个就是叫做尊严 一个叫做独立 你想怎么可能是这样那么炫的东西呢 到大卖场有尊严吗 有独立吗 他就分析出来了 你现在大卖场去之后 我不要问任何人 我可以知道这个西瓜的甜度 这个肉是什么是新鲜 就是我要把所有的资讯线上的 用这个电子看板去告诉你 或者你手机扫描 我不要再去问专业的人 你看你接到一个 我们讲Wet market 就是老的传统市场 老板这鱼新不新鲜啊 冲怎么样 他可以骗你 老客户他不骗你 看你是个菜鸟 他就拿最烂的肉卖给你 那这就是你没有什么 没有尊严 你也没有自主 你必须要靠他告诉你 我在什么地方能买到什么东西 但是一个大的卖场 一定要提供的就是 让我今天走进来的时候 我不要问任何的人 我就可以独立判断 我要买什么样的东西 我要吃什么样的甜度的东西 我要吃什么样的早餐 我可以独立与自主 我觉得多棒的 我觉得独立与自主 我刚刚比较容易联想 但尊严我还是有点不太懂 他尊严 问个人会觉得没尊严吗 你应该如果到东门市场 南门市场去 你问老板 有的老板对你很好 有的老板说 你这都不知道 他就对你态度不是很好 那所以说 我不要再去问别人 逼身下气 而是我自己独立判断 我有尊严 那我觉得其实讲白一点 我们讲说 为什么麦当劳的儿童餐 卖得特别好 为什么 因为小孩子有尊严 我跟你一样有一盘 我用手拿来吃 不要妈妈夹给我吃 不要爸爸切给我吃 为什么儿童餐卖得这么好 就是他们抓到了小孩子说 这是我的 我自己决定吃什么东西 就是尊严 消费者都要尊严 你这样讲 事实上是有点这个感觉 小孩子都觉得自己是大人 你要这样子我也要这样子 就是我是一个独立的个体 我是完整的 从小孩子个性接到大人也是一样 我不要到这个大卖场去问别人很多事情 但是很显然的 你还是很投入在你的 现在这一份可能只有一半的工作当中啊 只是你换个心态 对对对 但我觉得投入程度一样深 只是是不是松了一点 嗯 我觉得现在反而更更豁达 觉得说什么事情我看得到 那我觉得我也不要再去跟人家证明说 我比你强 你比我强 我比你强 而是我纯粹是 分你分享我看到的东西 而且我讲话的态度 也会变成比较轻松 也比较玩笑似的 然后像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 就是我马上就告诉你说 你觉得为什么尊严很重要 小孩子吃儿童餐 你就感觉到为什么 麦当劳卖的最好 而且儿童餐很贵哦 哈哈 他其实蛮贵的 尊严也很值钱的 哈哈是不是 我们休息回到现场 好回到来生时间 继续和现场邀请到的 这个吴君庞 他是呢在过去 这个整个的质押的经历当中 是非常多 这些跨国企业 跨国金融的负责人 那他最近写了一本书 叫做《狐狸与狮子》 那我们刚刚聊到 这个进入到第二人生 你现在的心态跟你这样的规划 我第一说每一天每一天是这样规划 但就一段 我就就这一块就是生与死 临终前的这一块 你觉得你有什么不一样的感受吗 因为我看你就是第一个 你有你有去很认识去学乐器 你也运动 就是你要记得这一块 变得非常的丰富 然后另外你也用比较豁达的 这个态度去面对 包括自己的身体一定会比较 可能逐渐的虚弱吧 或者说自己的父母亲的生与死 这一部分的课题你觉得 我觉得这个很好的问题 那我们是 我是都一直在做财经界 所以我们就拿数字来做个比喻 你这个蛋糕可以吃一半 这个蛋糕全是你的 这个蛋糕你只能有三分之一 如果这三个同样的解释的时候 蛋糕全是我棒 我有一半也不错 但蛋糕只有三分之一的时候 你有什么感觉 就觉得少了好多 那我觉得现在来讲 我们一个人活到百岁的不多 但活到九十岁了不起了 是是 所以六十到九十岁 就有人生是三分之一了 你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那如果说你一个五十岁的人 你活到七十岁的时候 你人生还不到三分之一 那你想想看什么东西 你会觉得说 哎呀已经这么少 当你进到蛋糕只有三分之一的时候 你会慌 那你人生也三分之一的时候 你难道不慌吗 会慌啊 所以因为这样 所以我觉得看人生的时候 我就觉得 从六十岁以后 不管你做什么东西 当然如果你还在职场上 还是做得很风光 还是很喜欢 就继续做下去 但是你要知道 你只剩下三分之一了 那这个三分之一 你说我要做到最后一天 我要在办公室做到最后一天 垂死在办公桌上 棒 这是你的人生 箭矢沙场 对这是你的人生 那如果你说我不要了 我现在要过一个 比较我自己可以规划的生活 那你只有三分之一 所以六十岁以后 但我想你活到百岁 Lucky you 但是活到九十岁 你还能够活跳跳 Lucky you 那你只有三分之一了 那这个时候 你要怎么善用 你这个三分之一的人生的时间 这就是我现在在过的生活 我就把这个先界定好之后 其实就很豁然 就知道说 我的长辈 我们看到他们逐渐的衰老 看到他们对生活的方式 对自己的料理 那我觉得这样讲好了 你朝九晚五的工作 你一定是早上起来你很慌张 你的排便的秩序被打乱了 然后你喝的水可能喝的不够 你怕上上课 或者上班的时候要上厕所 然后中午你要跟同事应酬 晚上可能要应酬 都吃的是你不应该吃的东西 所以你都在消耗你的生命 但是如果你一旦不要在这个格局里面的时候 早上起来很舒服 吃一个很好的早餐 然后好好的看书 中午吃一个很简单的午餐 非常健康的午餐 晚上如果说够饱了之后 就不要再吃了 变成过午不时 你没有那些应酬了 生活变得很健康 然后你固定 我就跟你讲一件事情 我现在每天基本上 原子上保持走一个小时的路 OK 用走的 所以你的运动就是走路 除了走路之外 还有别的运动 但我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走路 那我后来就发觉说 如果我在上班的时候 我一个小时坐在那边开 会多么的不健康 所以你还回过头去看自己 就发现哇 上半辈子怎么过来的 所以我觉得 那我觉得我的身体各方面 在衰老 但是呢 我觉得我活的比以前更健康 因为我固定的生活的方式 固定的步调 然后我睡眠睡得很好 因为我现在可以睡到自然醒 对啊 好幸福 所以我忘了在听你讲说 你早上九点起床 而且你有弄闹钟吗 没有 哈哈 因为我是大概每天都固定的时间 可能就大概七点钟就醒了 那我会做这个伸展操跟柔软操 然后我一直就是让自己非常舒服之后 然后开始吃早饭九点钟坐下来 那两个小时时间把这个 这个早上的仪式做完 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奢侈 没错 这就是一个奢侈 通常周末假期我会这样吃早餐 我也觉得哇 这好像给自己个犒赏 是非常非常幸福的感觉 光是烤个面包涂个奶油 你就觉得很幸福 然后煮杯咖啡 是 所以其实我真的觉得有点 现在大家在面对所谓的高龄社会 那是一个社会性的议题 或者一个产业化的话题 但回到个人 我真的觉得有点像一个觉醒运动 嗯 所以你要去对人生 对生命 对自己来到这一趟 就要有个觉醒 就是你到底上半辈子在做什么 接下来你要做什么 当你蛋糕三分之一的时候 你要做什么 对不对二分之一的时候要做什么 二分之一的时候可以再多吃一口 三分之一的时候就要慢慢吃了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抓到这个重点了 对啊 剩下三分之一你就知道蛋糕不能随便打口吃了 因为这是很珍惜的 我刚才你还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就是呢 我觉得我们的上一辈 我们现在看到很多长辈都活到八九十岁 甚至百岁 那我们看到了 那我们看到我们上一辈的人 他们没有看到 因为那时候的中国人的年龄是 没有活这么久 嗯 所以你会看到他们在最后的生活上是失聚的 是失调的 是没错 是荒腔走板的 嗯 然后呢 身体不知道怎么样 对儿女有很多的这个要求 但也有很多对儿女很好 就无私的奉献 可是这不见得是好的事情 对对对对对 所以我们在这里面呢 我们这一辈的人呢 有幸看到 哎 这个这个医学的进步 健康的进步 医疗体系的进步 让很多的人 我们的长辈身边的人会活的比较久 嗯 那从他们身上我们学到了什么东西 是 那我看到很多的报章媒体杂志 最后的这个临终的照顾 最后的这个say goodbye 很多的东西 嗯 那这都是我们学习的过程 那我想这个就是 在每一个人 不管你现在四十岁 五十岁 六十岁 七十岁 终究要面对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最后这个 二分之一 三分之一 四分之一 你要怎么来过 你要说我就是要做到最后一刻 我在工作上鞠躬尽瘁 那是你的选择 嗯 那每个人不 我没有讲对错 每个人的选择 但就自己要清楚 要想过就是 我也觉得 我老觉得父母心向一面镜子 就让我们看到了 就让我们看到了 呃 接下来我们可能未来的自己 然后我一直觉得很遗憾 他们没有机会做好太多的准备 嗯 所以呢对我们来说 如果我们 我们那么的代乎 他们 在眼前引领我们走的这一段 我们会很对不起父母亲 对不对 我这结果太好了 嗯 我们续续带回来 好回到蓝轩时间继续和今天现场邀请到了青春作伴的人物啊 他是吴君庞 什么刚刚讲到了 这个历任非常多的一些的国际的金融机构啊 那现在呢 有更棒的一个呢 更丰富的 而且更有智慧的啊 这个第二人生 那我们要讲这本书啊 这本书很好玩 狐狸与狮子啊 你刚刚讲到说呢 呃 呃 现在退休之后就可以不用啊 有什么应酬啊 或者说可以好好的 精简单单的啊 这个料理自己的一天 我看这本书一个 一开始就有很大的疑问 你不太应酬 对 所以你已经算很少应酬了 但是怎么敢不要应酬啊 尤其是呃 那我们也知道老外啊 不管是老外啊 还包括你的大中华区啊 在日本 其实都会难免要有应酬的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啊 其实蛮有意思 就是说 呃 我大概就是你你就是观察了一些 外商银行当中的人际关系 升迁的状况 跟他们经营的手法等等等 但也描述了很多的一些工作的文化 像这一部分就是变成说 你要看得懂 然后又能够玩得开 然后呢 你还可以不但玩 更好的 有没有 所以我没有悔し 还是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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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 然后呢 现在比较年轻的朋友 还在职场上面 这个驰骋的朋友 还希望能够有 呃 攻下更多个山头的朋友 我觉得很值得来看看这本书啊 好 所以怎么样子可以做到 不应酬 然后但是还可以 还可以 跟他们打成一片 然后成为自己人 你你当中第一篇 就有一个很很好玩的例子 叫做 小生说话大声笑 我后来在看的时候 我在信里面模拟这个状况 比方说如果你看到 我跟吴大哥两个人 突然之间 这个有点靠得比较近 很小生说话 突然间两个就爆笑了起来 你会不会觉得我们两个很熟 对 这个就是我的第一篇 对不对 破题的故事叫 小生讲话大声笑 那在这个里面 我觉得其实这个故事 我每一篇故事 都有一个很特殊的 金融的背景 然后里面呢 我就写到这个里面就是说 你要怎么样破除一个 在社交场合的尴尬 不安 焦躁 我相信每一个人 在鸡尾酒会里面都不舒服 即便你做到负责人了 总经理了什么都还是一样 还是一样 因为有的时候 你觉得这个人来跟我讲话 讲了什么东西 我要跟他怎么样应对 我应该是敷衍他呢 还是真的跟他好好讲话呢 事实上有很多的东西 这个障碍在里面 所以我不晓得 至少我个人来讲 参加这种活动是一种负担 我不晓得有什么人 当然有一些人 我想现在媒体上有很多诈骗集团 那那种人在那种场合 可是如鱼得水 跟所有人交换名片 跟所有人都来照片 然后他跟所有人都很熟 但他有他的目的 但我们如果不是一个诈骗犯的时候 我很难想象一个人 在这种地方会很愉快 所以我这本故事里面的 第一个故事叫 小声讲话大声笑 就是告诉你说 你怎么样在这个职场上面 那我有一个小故事来告诉你 让你知道说 有什么样的诀窍 让你能够破除这个盲点 然后可以达到你应酬的目的 但是又不要太折损你的人寿 是真的这个样子 但是这是已经去了 这个去了以后呢 面对一些重要的人物 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小秘诀 但是每一个 我觉得在职场上面的应酬是 你怎么拿捏这个要去 那个不要去 我觉得这已经是一个 最基本的难题了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很难的东西 那当然有的时候你要想到说 别人邀请你 你到了或不到了 有没有重点 其实我的感觉上是这样 你一定要到 你不来大家会很失望 其实你没有到 谁也不记得你 不差你这一个人 有的时候你说你要找走 你怎么可以找走呢 这样很扫兴呢 可是你走完后 第一秒钟大家继续玩 欢乐 没有你的存在 所以我后来就发觉 这种话说说 我们等你 没有你我们会失望 一定要你出现 那都是场面话 他们在那一群人 玩得非常开心 所以不要认为说 我一定要到 你没有那么重要 这是我觉得 真的可以这样子想吗 真的可以这样子想 真的是这样子 想像我 我看你这边讲 比方说这个有纽约来的 这个大老板就跟你说 这个我们下次一定要再约 你就觉得说 这个他可能一转身就忘了 真的是这样子 真的是这样子 我觉得 其实我们中国人有句话说 下次请你吃饭了 你觉得他真的要请你吃饭 他只是告诉你 我们话谈到这里为止 就像英文讲说 I will call you later 我跟你再打电话 就是说我们不要再讲 我再跟你讲 你不要期望他打电话给你 就跟中国人一样 我们男人请你吃饭 不要客气 你觉得他真要请你吃饭 你真的说 那我们约哪一天 那哪一天有哪个餐厅吗 那你就不四项了 那是一样的道理 所以我觉得 这个小真讲话大声笑 我里面的好几篇文章 比如说这里面有一个 只喝百事可乐的金融天才 他里面有很多话术 到里面的 我还有一篇很有意思的是 法式的浪漫 女主外男主内的法式浪漫 这都一再的在告诉你 在职场上面的应对进退 然后大家对于你的价值 是怎么回事 那我觉得甚至于像 最后一篇的门神的道理 我觉得这篇也是 我每篇故事都希望 在最后结局的时候 突然停掉 我不想要给你太多的结论 然后便下 留下一个空谷回应 自己去想 那我觉得读者 这样子才能够用 这个读书跟阅读的方式 得到一点智慧 我很希望 这个智慧的产生 不是我告诉你的 而是你从故事的阅读之后 衍生出来你自己的一些观点 就叫view point观点 这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觉得在职场上面 其实社交被有些人会很看重 或者说会被认为说 他是一个在职场工作表现之外 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升迁的利器 或者一个人际关系当中的必要的润滑剂 像我也是一个不爱应酬的人 所以我这方面我就会觉得说 哎我这个压力好好大 我觉得可以不要去啊 但不要去你会有个压力说 那不要去人家会不会觉得我不合群啊 比方之类的 但是我看了这个书之后 我觉得挺放心的 我就觉得 达到目的了 你也不爱应酬 但是你看做的这么好 所以我觉得工作的价值跟人的价值 应该可以透过别的地方显现 我就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你觉得你要请张周某吃饭 你要把钱借给他 你要找他投资 你觉得他会来吗 那张周某还是很成功啊 对 但如果有一个人拼命要去找张周某 做这个事情不是很愚蠢吗 我觉得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当有人需要你的帮助 需要你的专业的时候 他自然会找你 不是说你去参加什么社交应酬 你会逮到这个机会 是零的 是zero 没有这个可能性 zero到zero的程度 没有这个可能性 不过有一个人说 我在场合跟你宿昧评深 跟你喝了一个香槟酒 就发觉你是个不是奇才 我一定要把你延奶来做我的顾问 没有这种事情 我一辈子没有看过 没有这种事情 你也不会做这种事情 说我这个人从来不认识 突然跟他喝了一杯酒之后 大家觉得相见恨晚 我们从此要做拜把兄弟 也没有这种 这种都是流氓 黑道 是不是这样子 所以我觉得 我在这个书里面 也有提到一点 就是 大家在九过三巡之后 这一单一定要给你做 否则我们不是兄弟 第二天早上重新一约 完全翻脸 这个是很正常的事情 所以我在这个书里面 有很多的故事 包括像门神的道理 门神有什么道理 然后这里面有 这个我很外行 这个故事 对对对 你刚刚在讲大卖场并购的时候 我就想到你里面讲到的 那个故事 有个大老板 老是说 这我很外行 后来发现 真内行 你不觉得我很外行 这句话真好用 我有我看了以后 我觉得我一定要常常这样讲 对 应该要学到 这就是智慧嘛 这就是智慧 OK 我们休学了再回来 回到蓝星时间继续回来现场 邀请到的狐狸与狮子的作者 这个吴君庞来聊天 那么聊到的话 就是有游戏在职场上面的 等于是真的是你的 这也是另外一种智慧 我们刚讲前半段是一个人生智慧 现在这个是面对职场 这么的讯息多变 这么的一个权力游戏的角逐场 你怎么样子去抓到 这个中间的一些精髓跟所谓的妹妹嘎嘎 然后呢又能够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标 然后又不折损自己 我觉得这点很重要 我觉得你不折损自己很重要 那里头的话我就看到这个 吴大哥就是描述了非常多的人 我们刚刚讲了 从这个社交角度去看他了 那一些人际关系 但有些是一个领导统预 或者说一些 你怎么样子在这个输赢之间 你要拿到单你要干嘛 你另描述好几个别方 有一个纽约神人 有一个 对对 还有一个 还有两篇文章 一个是触动那根敏感的神经 有一篇叫做你有慢跑的习惯吗 想说这个慢跑有什么关系 里面就真的很好玩 而且你在描述人的时候 我发现你对描述人看了以后 我刚刚一开始就说 有点很生动 中间比方说你说 那个哲爱喝百事可乐的金融天才 那就很好玩 为什么老是哲爱喝百事可乐 还有一个就是给你那个建议 要小声说话大声笑那个 你形容他是一个女版的兵马俑 我觉得你也够毒了 就是听起来很好笑 然后还有一个应该是 应该是触动那根敏感神经的 那一个纽约神人 你说他的手指像胡萝卜一样 是不是 我觉得你去想像一个人的手指像胡萝卜 应该肥肥胖胖的其貌不扬吧 所以你会觉得这些都是一些观察 这很好玩很好玩 对我想在这个故事里面 我觉得要让吸引读者的话 因为我们都是讲的人 那人里面一定要把这个人的角色 要塑造出来 那我们在职场上 其实每天碰到都是不同的人 那你要怎么去观察这个人 从这个人的形象外貌言谈举止 你去观察这个人 有很多样貌在里面 他也传达了很多的讯息 那所以我觉得我在这个 写这个这么多故事里面的时候 为什么我刻意的会留下一些重要的篇幅 去叙述这个人 因为这个人到最后 跟这个故事都是有关系的 比如说里面讲到触动那个美感的神经 这一个非常计量 非常统计数学 交易模组的一个数量的人 那我们想象中这人可能是爱因斯坦 可能是一个很清秀的人 事实上他是像个屠夫一样的胖子 但是他在送礼的哲学里面是这么的精巧 对 很多人喜欢这一篇 这是一个真实的事情 因为他 你刚刚讲送礼 那个人实在太厉害了 而且他是一个外国人 对不对 新加坡人 新加坡的华人 是不是华人特别厉害 没有 我想在东南亚的华人 一定是他们是在夹封中里面生存的 所以一定是很厉害 但我这篇故事呢 最重要的是在反讽台湾的送礼文化 马上下礼拜就是端午节 端午节的时候就有送粽子 中休节送月饼 然后春节的时候 你不会发现 你常常看到很金贵的礼盒 上面有一个名片 对 这个人可能是 从他接了这个董事长或总经理之后呢 他的总物跟采购 就按照同样名单 每天送一个礼盒来给你 我不想吃月饼 那是毒药 我不想吃粽子 那会让我胖 可是我还是收到这些东西 所以这叫做台湾的送礼 这我这个故事的一开始跟最后结束 都重新回来讲这个东西 那我用一个所谓触动那个敏感的声音 就是你要把礼送到触动他的 让他感动到 才能达到效果 那这个故事最后结果是 拿到一个很大的单子 做到一个很大的生意 怎么样把这个日本的一个总裁 把他的机位调整到头等舱 怎么到纽约之后 买了最贵的歌剧的票 让他去听 这是他要的东西 所以说在日本 我最后的这个故事结论是说 还有什么高支县最好的水利 一样 我们台湾的送礼文化跟日本一样 就是奢华 事实上 我的感觉上 这个话可能有些人听起来会不高兴 现在的送礼 就是让总物跟采购拿回扣 没有任何的意义 嗯 OK 好 你这样点出来 搞不好上面的人 会不会因此而比较警觉一点 搞不好上面不知道 我以前我以前在做某些位置的时候 我把所有的礼都取消掉 嗯 我说我就不送礼 我也不记贺年片 也不记圣诞卡 我的生意倒上做 因为我知道记过去人家也没有感觉 很多你收到那个贺年片 这个名字都是用印的 连签字都不签给你 你给我这个干嘛 除了杀一棵树之外 没有任何意义嘛 我拿到这个卡片我不会感动嘛 嗯 那为什么印卡片 可能总物跟采购有点小回扣可以拿 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就是 如果你今天还在职场上 不管你是小主管 中主管 还是大主管 试试看 我们把礼改掉 嗯 那很多时候我在这故事里也写到 我送礼用我自己的钱 我就没有法尊的问题 嗯 我不要用公司的钱 我真的觉得你是一个很重要的人 我把你当朋友 我送你一份礼 嗯 我用我自己的钱 我没有法尊的问题 嗯 所以你看到那种大量 采购 礼盒 那都是用公司的钱 他也没感觉 客人也没感觉 你这样讲是 就是你要冲到心坎而里嘛 对不对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讲到说 他也厉害 他就知道他爱听歌剧 就日本那位总裁 现在你的重要的客户 他的喜好 你如果用心一点 在网路上都查得到 嗯 这个总裁喜欢听歌剧 这个人喜欢喝茶 这个人喜欢干什么东西 嗯 那你如果真的想要送一个到他心坎的东西 一定知道怎么如何投其所好 而不是送一个某某什么什么最棒的金钻的凤梨书 或者是一盒月饼 不见得 嗯 不你刚讲的 你们但有一点点讽刺啊 就是说待了那么久的部分 那个你有慢跑的习惯吗 我这个就比较明显更看得出来了 就是在华人社会里面 好像有不少是会 就是他会调来调去 所以他在不同的地方 是 会有不同的租屋津贴 或者不同的房子 是 所以这个这个故事蛮好笑的 但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啊 这个提供朋友可以去看一下 总而言之呢 吴军鹏在那个时候呢 被赋予了一个很重要的任务 就是要会慢跑 然后呢 没事跑跑跑 跑到他那一个 这个主管的别墅看一看 是 他这个看一看 他所以他要你去当 有点像spy 对不对 也不是啦 其实基本上来讲就是 这个是一个违反了一个外商租房子的 这个这个这个策略 或者这个这个规则 那所以说呢 在这个里面 你变成一个中级主管 你要怎么样在这里面做一个应对 事实上我这个故事的叙述也是在叙述说 这些高层在刀枪刀光剑影的厮杀的时候 有时候会杀到你头上 那你要怎么样躲掉这一关 我想这也是让读者会有一个特别的感觉 对对对 而且他们那些人在在你刚讲这个在刀光剑影的时候 就讲话也都是不露 不露痕迹的 这个太厉害了 就是很多笑面糊 真的吗 很多笑面糊 好所以最后的话 如果说要给一些呢 这个年轻朋友一些职场上的建议的话 你会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应对进退 或者有一些游戏规则是他们可以去尊重的 好问题 我觉得一句话讲 多读书 当你有了底气之后 在任何场合突然脑筋里面的读到的知识会出来 你就有智慧应对 所以我觉得倒不需要很刻意的说去学一些人际的关系 而是当你有底气的时候 你就会有很多的这个知识跟很多的智慧 不要太显 不要太凸显 但是慢慢的露出来一点 主管会看得到 我就带过人 我知道这个人聪不聪明 这个人有没有读过书 他有没有底气 一文就知道 这样子 所以主管都会注意到这些人吗 会的 就像你在上课的时候 如果你在讲台上面 哪一个人在偷看手机 哪个人在打瞌睡 你一目了然 真的是 OK 好 所以多读书 这样子的话 我们的阅读单元更值得大家来收听的 OK 好 非常非常谢谢吴大师 谢谢你 谢谢 拜拜